好想遇到苏人哦 漫姐 那一定是看书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来买几本书 你要叫我当你的女主角 没有没有 我是一个摄像头 长在头上的男人 那个你来找什么书 想找几本 稍微放松心情 缓解压力的书 为什么会突然 会想看这一类的书 是不是遇到一点事情了 我还想和你说 就是一年前回来的时候 我准备过去找你玩 说好久不见了 然后去到你店那边的话 看到已经关闭了 但是我又没有问你 所以当时有事情 又单估又出国 所以这个事情就落下了 那新店了 那个店压力太大 就是因为那个店 所以才要找书 那你过来找什么书 我准备要去俄罗斯嘛 就找一点这个关于俄罗斯的书 看一下 了解一下他们这个民族 你的生活我的梦啊老周 怎么会啊 各有各有各的生活 老周等一下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邀请你去新店坐一下 好好好 我不忙 我最近都是挺闲的 好的 我也挺闲的 哇 这个天说下雨就下雨了 老周 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店 新位置 你这个新店的位置也太好了 你看这里就是 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停车厂 然后又是市中心 位置是挺好的 难怪你要看这个什么 缓解压力的书了 这里的那个租金这些应该不便宜吧 看着就很贵 寸土寸金那个 那这边的生意感觉的话 和以前那边的人流这些比起来怎么样 这边是临街铺面 所以自然流量要大一点 但是客单加入稍微轻一点点 但那边的话 因为人群比较精准 那边是商场店嘛 他有需求才会进去 但这边的话 他只要货路的都会被引进来看一下 小玩具啊 小零食啊那些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是有 差不多八九十个员工 对吧 以前最多的时候有一百零几号 那现在呢 现在只有十几个了 现在只有十几个了 只有十几个 怎么感觉你有 就像经历的什么人生的跌宕起伏一样 对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都经历了 高峰的时候有十二个店嘛 但是现在只有三个店了 缩了 这两年缩了又缩 门店办公室在楼上 要不我们去办公室喝茶 好好好 这边是我们同事的办公室 和琴的办公室 那个有几个人上班现在 今天只有两个 哇 南姐 你这个办公室倒是挺大的 还是像以前一样 只是我觉得好像你以前的办公室更大 这个好像缩小了一半 因为店也缩小了很多 现在不需要 我基本上都不太在办公室 现在是不是这个母婴行业的话是没有以前好做的 是啊 是不太好做 我记得你应该也算是做了 有没有十年 有八年 八年 都八年了 刚开始吃到了一点国产奶粉的红利 我们16年开的店 16年之前是没有国产奶粉的 全部都是进口奶粉 刚好就是我们开店那一年国产奶粉兴起 然后吃到了一波红利 然后就快速发展 门店也快速发展 商报公司把奶粉的代理也接了 就是那几年飞速发展 然后导致了有点 就是粗俗一点讲 就是步子卖得太快 扯着探的那种感觉 有点收不住了 刚好又遇到 是疫情吗 疫情这三年 我们高端客户 就是省外来的高端客户也流失了很多 回老家回了很多 然后我们重资产运 很受不了 所以就开始缩减缩减 这两年一直都在调整 你看我整个状态是不是 没有以前那种好 对感觉没有以前精神 没有以前那种的那种感觉 我进来以后就感觉到你压力为什么会大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你背后的这幅画 我的画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你这幅画都是山 然后你坐在这里的话 你被山压了 所以你压力就很大 那是不是要换掉 你本来的想法是不是想靠山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要想靠山的话 你要山在这个位置 有山有水 有风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你这样的话就显得就被压住了 好的立马换 马上安排 我开个玩笑 不好意思 五一到了有点忙 餐厅有点忙 然后要出去买点东西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好好好 行行行 反正我也 你私心带给你去 我也没有什么事情 要不我坐后面吧 没事没事 我坐后面 哇 你这个车挺宽敞的 你把座位往前调点 好 所以你在车上等我一下 我出去买点 下去买点东西 马上就回来了 好的好的 哎呀 这个天又下雨了 说下就下 给他送把伞去 来来来来 谢谢谢谢 下大雨了 下大雨了 你还照顾个餐 他愿意有点 哇 你这个买这么多菜 员工餐 哇 你这个对员工也太好了 我们员工餐绝对是麻食最好吃 哈哈 哇 南姐 买菜这种粗活的话 为什么不交给你老公来做啊 哈哈 哈哈 我现在是快乐的单身女子 这个我也能做啊 哈哈 不一定非要老公做是不是 男人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做 多年不见你都已经单身了啊 你这个越婚越好了 有没有事啊 我都已经婚到单身了 哎呦 男姐那忙完了没有今天 太多了 那等一下一块吃饭了啊 刚好看到饭点了 可以的 我知道有一家那个泰国餐厅 特别好吃 哎 他们亏见还不错 我约你去尝一下 因为我自己的话我都不想去啊 但是我看你这里弄了这个这些架子你是准备要尝试做直播这些吗 对 哇 他家这个风格还是挺有感觉的 老周 啊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 你觉得选择伴侣要做一样的工作好一点 还是各做各的工作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给自己去打框架 我觉得就是遇到一个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然后既可以和你一起做事情 或者是各做各的都没有关系 就是跟他相处你会看到更好的自己 能让自己变得更积极 积极向上 我觉得我喜欢比较有正能量的伴侣 就是他能给你带来他的身上的能量 然后你能把你身上的能量给散发出来 对 这样的话两个人会越来越好 其实这两年也有好些朋友给我介绍了几个对象 但是我感觉我好像 你现在就不知道要怎么去爱一个人 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的同病 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就自己不会爱 遇到一个棒的时候 然后对方也觉得你不会爱 然后就可能他也会经常说你 就说你不会爱 和你在一起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给你产生这种错觉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 我觉得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因为一旦如果遇到一个对的人 他可以把你这种爱的感觉激发出来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话 可能和原生家庭和各方面都有关系 就是可能小时候的时候 就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父母 相亲相爱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爱 所以这个自己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你若胜胎清风自来吧 对对对就是一个意思 只要你把你自己做好 会有一个来教你爱的人 教你表达爱的人 来尝一下 拍下个菜挺好吃的 这个卷饼 赞这两个 来南姐 能不能换个称呼老周 我比你小呢 应该叫你什么呢 李木兰的 可以可以 但是又像花木兰那种感觉 一般处得非常好的那种 基本上都是叫我全民 然后花木兰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叫我花木兰 我从初一就带着这个称呼 带到了高宫 哇 那就叫你木兰好了 木兰 我觉得挺好的 挺坚强的意思啊 我挺喜欢这个女性角色的 你中央结婚 对 我刚才问你说 你这几年你感觉你 收获了什么 收获最大的 失去的更多一点吧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去想 我们不管想那个东西 要把不好的全部剖开 就是你把不好的忘了 然后你想一下这几年 有没有好的东西 就让你成长的 给你能量的 都算好的 这几年可能最大的收获呢 就是我的成长速度特别快 可能就是人家说的 顺境使人快乐 秘境使人成长吧 首先就是我的亲情 我的妈妈跟我的妹妹 一直有帮我好好照顾我的小朋友 我家的小朋友 我从来没操心过 就是因为有他们的照料 我才可以在外面抵挡很多压力 能让我安安心心在外面做 各种有想做的事情 以前可能不怎么注重的事情 但是经过这两年 一股气以后 我觉得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有一个我的朋友 其实我朋友不多 也就那么几个 但是这几年 真的就是靠朋友走过来的 但是你的朋友质量很高 比如说有一个老周这样 高质量的朋友 我的朋友们 就很多事情 你在有负面情绪 或是你有很多难过的时刻 你没办法跟家里面的人说 然后你也没办法跟你的同事说 那这个时候 我朋友可能就是你的 拉西蒙 就是你可以把心里面很多 很想涂落的心声告诉他们 我的朋友们就很好地 充当了这个角色 我感觉我都是靠他们走过来的 就是他会引导你 他会给你鼓励 我觉得一个人在陷入低谷期的时候 别人的认可和鼓励 就是身边有那么几个人 一直认可你 一直支持你 一直鼓励你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对 还有如果是从事业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就是我的同事们 老周你也知道我们人最多的时候 都有一百零几号人 那一直到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了 那这十几个呢 真的是跟了我们蛮久了 我的第一个员工 第二个员工 第三个员工 现在依然在 就是我们一起经历了高光时刻 一起经历了我们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大家都现在都依然不离不弃 就我们现在店里面的所有同事 他基本上都是呆了五年以上的 所以这点应该就是能让我在做这个事业上面 走得更长久的一个动力吧 就有那么一伙志同道合的人 就跟着你不离不弃 你做什么 他们也都支持你 就是一直都相信你 我觉得这个是我做好这个事情的最大动力 对 他们一定会陪着你 从登座山 然后又下午都做山 然后再陪你重新在这边 我们准备登另外一座山 我相信可以的 对我也相信 所以我也相信 等我从俄罗斯回来的时候 能够看到你有新的起色 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我 对一定会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对吧 我们把那些不好的全部抛开 对以后我们就只看好的 我们的人生 只要往好的地方去看 以后你所做的 所经历的都会越来越好 每一个阶段都让你承扎 都能让你进步 这种办法 重新出发 对 我现在把它称作我的八次人生 重生了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过去的好的坏的 我都已经不计较了 对太棒了 来积个拳 我就喜欢你这种态度 加油 对 你看笑起来多好看 对吧 你笑起来真好看 对 老周 谢谢你今天丰盛的午餐 吃得很开心 我很久没有那么开心的吃过一份饭 主要是和对人吃了 对 和对的人吃了 对 能够有不一样的收获 有不一样的感觉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 跑步 跑步 爬山 爬山 和我一样 要不然我约你明天 我们去孔雀湖跑步怎么样 可以啊 非常缓解压力的 我也很喜欢 好好好 那就说定了啊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明天这样啊